看看新闻榜 大厅内黄老的遗像被放置在正中央 写有西说今唱新上海风进成绝唱 一得高一经大失情 已然典范的对联 则表彰着黄老这一生 为曲艺姐做出的卓越贡献 王乳刚 李清 李久松等众多黄老生前的好友都来到现场 为黄永生送上最后一场 黄老是在参加完第五百次的琪琪 大家唱以后笑着走 也是唱着走 他真正做到了他十几年病毒 自己说的那句 生命故事 演唱故事 黄永生1934年生于浙江 师从袁一林 黄永生最为人所称道的 就是由他所开创的上海说唱 他的名字和上海说唱 还一同被收入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 而他的许多作品 如《古彩戏法》《金灵塔》更是广为流传 如今黄老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上海说唱 将通过他的弟子一代代传下来 在这里我们祝黄老一路走好 新闻再现 上海财宝报道